今天吃点什么呀 吃点面丝吧 天天吃米饭有点吃够了 面丝啊 我也不太会做呀面丝 你要吃带馅的还是不带馅的呀 不带馅的吧 不带馅的好做一点感觉 那做不好别整事啊 保证不整事 老铁们 这第一次蒸馒头就奉献给大家了 欢迎各位老铁指导工作 首先小碗中加5克酵母粉 5克糖 260克温水搅拌均匀备用 主传的大碗中加500克面粉 酵母水边倒边搅拌 把面粉搅拌成面絮 再揉成光滑的面团 封上保鲜膜 醒发至两倍大 移到面板上揉面排气 再分成面剂 再给它揉成馒头的形状 做好以后放入蒸锅 二次醒发15分钟 变成这种轻飘飘的样子就可以了 水开即时蒸15分钟 再焖5分钟 这样馒头不会回缩 特别的蓬松渲软 而且自己做的这个馒头 很有口劲 很筋道 第一回做就成功了 之前没做过馒头 像这样做 保证是零翻车 非常好吃 给爸儿点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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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